阿彌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薩各位同學大家好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進入這個新的課是竹之舞退勤師 我剛剛錄了一段也是一個50分鐘還是不行 到20幾分鐘他就音訊就斷了 那我們這一次有點是測試 再不行的話得用瀏覽器傳的 最後是用火狐瀏覽器還算可以 我現在越來越糟 奇怪我以之前用那個軟體不會這樣 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希望這一次能夠順利 我們這一堂課也會短一點 因為要這個 9點45晚上 我10點多就要準備睡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檔案下面的關於 有我們課文圖跟之前那個大學手章一樣 你點進去就看得到 我們主要是根據這個第一個 這個好像是鏡中 鏡空法師專輯網 我剛剛講一遍的時候有找過 這是鏡空法師專輯網裡頭 古文觀止選讀讀版 我們以這個為準 因為我那個 古文貢欣賞文言文學堂 粉絲專業的粉絲呢 可能從鏡空法師那裡結緣的也不少 正好 我看他這個排版也不錯啦 自由落落大方 也許中間有一點錯誤 也可以幫他們發現找出來 我們以這個為準 再來第二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課文第二個連結 輕人軟圓教看十三星著述本 左轉正義 圓圖 這第二個版本 這個正義 會不會被白話文干擾 你不要以為是 法律正義 程序正義那個正義 這裡是正確的字義 正確的文藝 所以他是對左轉這本書做的註解 誰寫的是紅影達唐朝的 他得到這個唐太宗的這個次令 聖譽 想說要編這本書 所以他是編的 因為是國家頒布的 所以他說這是正確的 為什麼 考試要用的標準本 所以正有標準的意思 正義 不要把它當成正統什麼 當然你也說官方訂的就是正統 就像我們現在教科書一樣 就像我們現在講正體字 它其實就是正 是標準的意思 因為正體字好像別人是邪體字 不是這樣 這一種跟正邪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是作為 我們那個 這是我自己的常數掃描的 我們教刊的時候 我們這一次 除了帶第一個版本 有沒有 古文觀子選 選讀讀本 我們會藉由後面這兩本來檢查 我們帶完之後再讀一遍 另外那兩本文字看有沒有什麼異同 或者在讀的過程中作為教刊對刊 互相校對用的 所以校對的對為什麼會對來對去 對啊 因為有兩個或多個版本互相相作對 比對 第三個版本是這個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9月新一版 它是之前不知道什麼 學什麼 有一個雪花的 什麼 它在出版說明那我講 它是根據那個版本來排印的 然後再來影印翻印的 後面的參考就是其他的網站 有這個竹子舞推行師 或者古文觀子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文本 好這個我們就直接進正文吧 竹子舞推行師 要注意我們講那個 不是像一般人家教書的 中學 我的目的也不是教你們去考試的 是為了增進自己的那個漢文能力 尤其古文文言文 理解讀懂的能力 為什麼我讀得懂你讀不懂 所以我們不會像人家 像我看到網路上 已經很多人討論講解這個課 一開始就是介紹這一篇是 我們國家的怎麼樣的文章啊 外交的重要文獻或怎樣 帶領大家來參加這個博覽會 類似這樣 不會 那種資料很多 大家去看 我們就針對這個文字 你怎麼讀懂它呢 來傳授給各位 互相交流 希望各位都在我之上 至少跟我一樣 有了我的程度 你可能還會比我強 這樣才有意義啊 我生命也有價值 完全沒有版權的 所以你們去應用 來光題目 題目要怎麼讀 我剛剛第一遍帶的時候 還把題目先略過 逐之五 斷句要斷對 斷在五下面 你說為什麼不斷在別的 斷在別的 你讀得通也是你本事嘛 你讀得通就讀對了 我們講過對錯問題 第九個方法 回答而做 是不是 你有本事 就這樣讀出來 那這一句話 我懂得讀 斷在五之下 還有第七個方法可以用啊 先抓動詞了沒 你有沒有抓動詞 五 會不會是動詞 知呢 可疑性比較小 可能性比較足呢 照亮 隨便啊 我說是 退 才是動詞 你說我怎麼那麼厲害 一個一個去試啊 那我現在能夠抓那麼快 就是熟練了嘛 懂嗎 那你不要懶得 我就不懂喔 那你要狠下心 一個一個去試 試錯了 你就知道 這一個不可能 以後就不會那麼去想 踢到鐵板了嘛 對啊 你不這樣歷練出來 怎麼會變 人家說三折功 然後成兩一嘛 退主 動詞 你先抓動詞 抓到之後 就要問動詞的主人是誰 主人通常 主詞通常在動詞前面嘛 那還用講 主詞我這個怪 很奇怪的三個字 原來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一個人名 就是退的這個主詞 通常主詞一定是名詞 才能做主詞 那這裡剛好就是人民嘛 人民一定是名詞 主詞五這個人呢 擊退或者勸退 勸退就不用 不一定要打擊他才退啦 要擊敗他才退 勤師耶 性勤的老師嗎 像我是你們的孫師啊 是不是 但回後座 看一下座 田裡一樣 你看第二行就有軍隊的軍啊 所以這個師呢 是不是軍師的師 也不是 軍師是軍隊的參謀啊 軍師的老師啊 指導下作戰的師啊 這個是軍隊裡頭有師 那個等級有沒有 像營長上面是什麼 旅長 旅長再上去是師長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師長那個單位啦 那前一陣子那洪仲就案 只有旅長了 師好像撤掉了 師是一個很大 師在上去就軍團了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人數很多了 所以勞師動眾 的師什麼意思 單之強不止 還有第六個方法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異 師者眾也 勞就是動嘛 你看勞動步勞動步對不對 勞師動眾 一三自對二四自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異 師就是眾 所以師本來就有很多人的意思 在軍隊就是很大的一個組織嘛 所以這裡的師是 初師位協升天使 你也可以說這個師是單字強不止 想到初師位協升天使 或者軍隊那個師啊 師長 旅長 排長 營長 那種師 或者勞師動眾的師 你看 怎麼讀懂的 那你這樣對勞師動眾 師長 旅長 這種軍隊的制度 還有這個 初師位協升天使 杜甫的名句 師的名句 會陌生嗎 你讀這一篇複習了多少東西 對不對 這樣才有這個意義啊 讀課文 只是讀這一篇 會這一篇 那太累人了吧 報酬率太低了吧 買一送一而已 當然買一可以送十不是更好 對不對 同樣的投資要有不同的回饋嘛 越小的投資賺越大的利益 當然最好啊 為首不幹 所以你看光一個題目 就有人說了 竹之五他剛好姓竹 你把這個竹打下去查櫃子連 就發現名詞 裡頭就收這個竹字 那這個竹我們花點時間講 就要準備下課了 那順便帶你一下 你們看查國語詞點 你先查國語詞點 查進去竹這個字之後 看到他名詞列了三個解釋 好像三個 第三個就叫姓名 當姓 姓用 當姓用他舉的例子 就是我們這一篇馬 春秋時的竹字舞 好玩的是你看我們正文裡頭 第二段有沒有 易之虎那個易 你去查 也是 他就說春秋有個易之虎 姓 他那個字典怎麼來的 你就知道字典怎麼編的嘛 他一定是根據這些文章 再去編進去做一次事例 你懂嗎 對啊 你也可以編字典啊 字典是後知是後解 我們讀書的是先知先覺 你只要發現一個字典有漏收了 或者收錯了 就可以更正他 或者補充他 那我們現在講那個 這個 這個 竹這個字 竹這個字 你看我還會念竹 剛剛那一段我就花好多時間講竹 剛剛那一段後面雖然沒聲音 我前面有聲音還會上啦 反正這一堂課就是 當然有兩段影片看吧 好這個念竹對不對 蠟燭嘛 沒問題 字喔 字型結構換成豬 全部變什麼 台獨人士最愛變得 剛好台語沒有字的音 我們要買一隻豬肉 一定要 要買一隻豬 一定要買一隻地吧 新竹變頂 有沒有 字跟得的關係 鼓 舌上音 舌頭上面的聲音 就捲舌音 只有舌尖音 舌頭尖端 頂著上顎的那個聲音 可是你看 假如叫他善念水 靈濁水 他就唸濁啦 我之所以這個字老唸成竹 尤其在這個蠟燭我不會唸錯 可是濁之舞 我都記得是濁之舞 不是竹之舞 現在查貴字典他還是唸濁啦 他不會說當性的時候唸濁 我會唸濁可能就唸靈濁水有關 濁水系有關 所以還是有可以唸濁啊 你不能說這個字不能唸濁 他都是從屬德音的 甚至還有一個字叫高竹 或者先竹 就前人的步伐 跟腳有關的 竹步 你別忘了這裡台獨啊 獨立 很巧 剛好配合這個台語 所以你看其他都還 都已經轉成字了 捲舌音怎麼獨獨 獨獨獨立的獨還在嘚 我們下面 關於下面有附一個字型結構兼音液 一個Excel表 裡頭有收這個例子 這個字字詩和德特那的關係 德特的關係 尤其德特啦 那沒有 那主要是我們之前講的有沒有 R啊 R跟那的關係 或者R R跟那有關係 好這段才11分 那已經晚上9點55了 我看就 這樣吧 當作一個實驗啦 因為我怕又錄不成 我做怪什麼 好 那要準備晚安啊 明天早起 我們就序通好不好 阿彌陀佛 明天禮拜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